如果说在几年以前我问您一个问题 买房能挣钱吗 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回答的毫无犹豫 肯定能赚钱 而且能实现财富自由躺赢 但是最近一年再问你这个问题 很多朋友就说不一定 为什么呢 房价只涨不跌的时代过去了 现在全国房价普跌 那么现在买房 有可能不仅没挣到钱 还有可能会亏钱 有可能一两个月就直接把首付给亏掉了 不仅仅是调控政策 在不断的打击楼市炒作 同时我们买房的一个观念 也正在转变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房价普涨的时代结束之后 全民炒房的时代过去之后 未来很多城市的房子将会越来越难卖 甚至有家无事 白色都没人要 问钱楼市有两个新的政策 可能对未来的楼市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导致以后很多城市 房子将会迎来贬值潮 第一类 你比如说房龄高 品质差的一些老房子 这种老房子之前的时候 很受一些朋友的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拆迁 大家都知道 只要这个房子地段好 一拆迁 那就是巨额的财富 所以说呢 这些有着拆迁概念的老房子 即使过去没人住 但是呢 不求人买 但是呢 现在旧改已经替代了棚改 全国范围之内不再大拆大建 这就意味着很多之前 想要靠着拆迁获收益的这些愿望 落空了 而对于这些老房子呢 没有了拆迁的一个价值之后 它的一个品质太差 房龄太高 就算翻新改造之后 它也居住体验差的这种问题 就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说对于这类老房子 未来的价值将会大幅度的贬值 没有了 第二类房子 一些物业服务水平差 品质差的高层住宅 未来可能会无人问津 目前呢 在城市里面 高层住宅仍然是一个 最主流的一个住宅形式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退移 高层住宅的弊端 会暴露的越来越多 而且呢 尤其是对一些这种品质差 建筑质量差 物业服务水平差的高层住宅 你比如说 首先你要面对的是一些机械设备老化的问题 比如说一些电梯啊 水压设备等等 那么尤其是对一些物业服务水平不好 管理不得当的这些高层住宅 由于这些设备得不到一个好的保养维护 老化的速度非常快 另外呢 也会出现一些 比如说火灾之类的一些安全隐患 同时还要面临电梯故障 高空抛物啊 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 目前呢 一些高层住宅 建楼龄比较长的 它已经非常破旧了 也没有开发商愿意拆迁这种高层住宅 为什么呢 因为开发商他拆迁的一个前提 就是说他能够获益 而这种高层住宅呢 本身住户多 盖了之后 拆了之后再去盖房 有可能连安置费都赚不出来 更何况还有什么获益呢 而面对于高层住宅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国家也已经开始重视了 就说早在去年的时候 住宅部就发布了一个通知 严格限制各地盲目的去规划 建设超高层的这种摩天大楼 而一些小县城小城市新建的住宅呢 都将会以六层以下的住宅为主 六层以下的住宅建筑面积 还不能占比低于70% 确实啊 很多朋友啊 把这个新的这个通知啊 这个形成为这个县高令 而随着这个县高令的出台呢 未来啊 尤其是在一些小城市县城里面 新建的高品住宅会越来越少 而新建的低层住宅啊 这将会越来越多啊 那么而随着这种低层住宅 带电梯的低层住宅越来越多 那么高层住宅将越来越不受欢迎 特别是对那些品质差 建筑质量差 物业服务水平差的这种啊 这种高层住宅啊 未来呢 可能就会成为人们啊 抛售的一个首选啊 所以说呢 以后呢 人们买房啊 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居住啊 房子的一个炒作性能降低之后啊 它的一个金融属性慢慢降低 慢慢回归到居住属性之后呢 房子的居住品质越好啊 人民越看重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如果说想要选择买房 那么最好要避开 刚刚他们所说的 这些品质差的高层住宅 还有一些房龄太高的老房子 未来呢 这种房子啊 想要出手都很难 甚至白送都没人要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买房的时候啊 尽量去选择一些这种啊 比较有经济活力的啊 人口净流入啊 有这些需求的这些城市 当然啊 小城市的房子不是不能买 而是你要以一个居住的属性啊 一个刚需的购房者身份去买房 不要再去炒房了 另外呢 小城市买房更要看重地段啊 买一些这种优质的地段 优质的房产 以后你知道房子才不至于亏本 不知道大家对于未来 我们国内的房产的市场发展是这么看的 欢迎留言探讨 我们下期再见 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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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五次 六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